那我今天要示範一些粉絲的保養法 所以我們要準備的是冰塊 為什麼要準備冰塊 因為現在還有一點天氣很熱 還有一個狀況 那天氣很熱的時候 你的皮脂線它就很頑固 它就會不斷地分泌出油脂 那這個油脂分泌出來 又加上說你吹冷氣 表面的角質層是很乾的 就會把你的油脂堵住 油脂堵住排不出來就變硬 就形成粉絲了 所以說要改善粉絲 第一個步驟就是要減少豬油 然後幫助我們的角質開口 那這個時候在洗臉的時候 大家可以稍微多做一個工 比如說這是洗臉的一個洗臉慕絲 我們把它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 我們把這個冰塊丟下去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拿這樣的一個刷子 那這樣的一個刷子呢 我們稍微這樣攪拌一下 攪一攪 那牙刷可以嗎 牙刷太刺激了 軟的牙刷 軟毛牙刷可以 或者說你乾脆拿一個就是眼影刷 類似這樣的刷子 可能 可能 但是最好是像我這種扁頭刷 而且我這個刷子大家知道嗎 它不是化妝商 它是專門針對粉絲的刷子 你看它的頭 這個在一般的那種日系的藥妝店 我就跟它講說刷粉絲的 對深層清潔用的刷子 然後你用的時候呢 你就確定這個已經變冰泡沫了 變冰泡沫的時候 你在洗臉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就這樣子的方式 有沒有 它就會比較深入到每一個毛孔裡頭的這個 都不用擠這樣就好了 油脂無垢 老師那是先洗完整臉 就卸完中先洗完整臉 還是先洗這個 鼻頭 你可以全臉先洗 就像你這樣做 你全臉先這樣洗一遍 洗完以後 然後在局部的時候 加強在有粉刺的地方 那你全臉都冰冰涼涼的嘛 那冰有什麼效果呢 冰會暫時讓你的皮脂線冬黏 也就是說它暫時被冷縮起來 冷縮起來 冷縮起來這個時候 它就比較不出油 那如果說呢 你做的時間越久的話呢 我通常建議是一兩分鐘的時間 所以你選擇這個洗臉的產品 一定要夠溫和 你不要刻意去選一些很刺激的產品 那所以說這樣長時間接觸到皮膚也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選擇是一個比較溫和的這個潔面慕絲 然後我們持續這樣做 跟我們一般概念不一樣耶 我們洗完臉還有蒸氣熱熱的時候 我們都以為說那個粉刺才會弄出來 對 但是你是冰的 冰的它不是就會縮起來嗎 對冰會縮起來 但是我們就是利用這個刷子的特性 它可以去深入到我們的毛孔裡頭 然後呢 去把那個油脂去清除出來 而粉刺就跑出來 粉刺並不會跑出來 我們下面還要做別的工作 只是在洗臉的時候 你這樣做的話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就不會在裡頭亂出油 因為你洗得太熱的水的話 裡頭就油就是遠遠不覺得冒 遠遠不覺得冒 那如果你的毛孔又沒開口的話呢 這時候很容易就產生粉刺的問題 做這個保養的時機什麼時候最好呢 是早上 那你晚上的時候就可以使用熱水 你晚上使用熱水就是幫助你那個油啊 清得很乾淨啊 可是早上這個時候 你是要讓這個油呢 減少它的分泌 那接下來 那接下來 我們要用熱水 用熱水 用熱水 用熱水